陆炳恒院士做客量赤才讲啦,畅谈3D打印与智能制造,小世纪90年代初,陆炳恒院士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做高等访问学者,第一次在美国看到快速成型制造,甚为感触,他敏锐地认识到,这将成为一种颠覆性技术,1993年归国,以年轻八百的他,立刻转换自己多年的研究方向,带着博士生们在简陋的实验室, 开始了对快速成型制造这一完全陌生领域的艰苦研发历程,经过调研,他把团队的研究重点,调整到了SLA技术光固化快速成型上,面对国外技术变垒和国内资金缺乏的困难,他令PC进,开发出具有国际首创的紫外光快速成型机,以及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机,光,电一体化快速制造设备和专用材料, 形成了一套国内领先的产品快速开发系统,而快速成型机的国产率,提升到了80%的90%,极大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进步, 陆地亨认识指出,我国三地打印技术虽然起伏较胆,但针对国际上的主流技术,我国独地开展研究,也在特殊领域开发了领先国外的装备, 三地打印开拓了个性化编制的新实在,任意材料,任意批量,任意复杂结构,任意场合,任意工业领域都有它的施展空间,只要有想法,有创意, 三地打印就能将其打印实现,对驱动产品开发,产品结构设计制造模式的创新,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,目前,陆炳恒所带领的团队,在航空行间和医疗领域的三地打印技术应用上走在世界前列,在大型复杂结构的行间装备, 应用器械已经有了突出成果,在交流互动环节,陆炳恒院士的博士生方学位向现场观众,展示了导师近一个月的行程表,足迹遍布法国,北京,上海,深圳,南京,西安等地,方学位向现场观众介绍,陆炳恒院士年过七旬,心脏爆浪五个支架,依然搬站在科研的第一线,不是在实验室,就是在出差的路上, 他的工作节奏和强度一把小伙子都跟不上,耽误了不少时光,现在赶上了国家发展的好机会,就想建立为国家多做些事情,一席化赢得了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,在回答青年创业者代表对三地打印技术发展的疑惑时,陆炳恒院士指出,目前三地技术应用的最大规模,就是年产日一元,人民币左右,而在国外的香港企业, 一年的产值接近十亿美元,重要的缺陷在于产业链上未形成,产业化的应用规模远远不够,这一方面大有可闻也大有作为,他鼓励现场的创业者,要脚踏实地,瞄准三地打印技术的产业链,找到适合的创业方向,股足干净,一定能够创业成功。 来自中国航星科技集团的一线工人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在交流时提问,如何在现实与理想面前做选择? 陆炳恒院士向现场观众,讲述了自己艰辛的求学之路,三十四岁已成家立业,毕然考取西安教大研究生,既是远见,更是魄力。 他勉励现场的青年学子,要保持对新事物的兴趣,这是科学修所的第一步,要把个人理想尽紧融入到国家和民族事业中去,相信会有自己正确的选择,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平凡的事情,耐得住寂寞,有职责和任劲,就能成为平凡岗位上的不平凡者。 在开启伟大征程的新时代,广大青年池子,要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,立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,勇于担当,感与作为,用汗水和激情谱写伴斗的青春,本期节目将于六月中旬再央视一套播出,敬请关注,紧急认为宿地。 你好,欢迎乘坐地铁五号线,下一站,交代创新港,喜讯,喜安交代获得陕西省基础研究最高级别奖励,为什么你那么怕打针,关于圈能刮苦聊度,喜安交代科研人员,皆是个初通局调控通路新机制,图片单位宣传部,内容来源喜安交代新闻网,萌子财海鹏,图片开讲了,栏目组张一鹏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